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小孩是无辜的 经过这几天的沉淀跟查证才知道原来 这一切是骗局 小孩不是我的 经过DNA的检验报告 确认小孩与我排除亲子关系 李盛杰除了解释与小孩关系 还包括事件发生石磨 李盛杰陈述当日是因为受到蔡小姐告知 小孩死亡 她赶到指定咖啡厅见面了解情况 谈判期间女方却说辞反复 让她感觉事有蹊跷 当一个妈妈以小孩子的死亡来作为手段 把我诱骗至公开场合 又以小孩子要抚养 甚至要公开此事为由 向我提出一次付亲1200万的金额 而且急于7月底处理完毕 又阻挡我们去探视小孩 开始这一切不禁让我怀疑整件事情的过程 的真实性 经过亲子鉴定正是一切都是蔡小姐的骗局 李盛杰怒火中烧 却也庆幸小孩仍在世 虽然和小孩没有血缘关系 但深知小孩是无辜的 至于蔡小姐的行为 她以委托律师提出告诉 至于蔡小姐的部分 请为她自己曾经所做的行为负责 一切相关法律诉讼会违请汤律师处理 对于有些媒体基于时效性的效果 未经事实查证后就发布新闻 本人深表遗憾 也会责请汤律师研究后处理 正常记者会不设提问环节 一切都是李盛杰的自我剖白 最后他更藉由未公开发表的作品 光众的一段歌词 导致这节日的心灵煎熬 路自己闯 折了翅膀 逆着光 遭了一身伤 何时有双手掌 我选了一条正确 也是最难走的路 但是我走得踏实 希望这个可爱的小孩 平安健康 天主保佑 感谢天主